我既然从原告又变成了被告 还可以告他性骚扰吗 不构成强奸案不代表没有性骚扰吗 强奸罪的刑事认定和性骚扰的明示认定 条件是完全不对的 虽然都举阵前面 但是你现在有了一位关键 隐身 我愿意出庭为赵勋作证 我一直在等 虽然不能证明你被强奸 但是他可以证明 你在这三个月里面遭遇了职场性骚扰 刚才门女记法院给我打电话 赵勋告我性骚扰 你预测一下这两起诉讼会是什么结果 那就要看隐身看法是吧 你心里比我有数 现在能叫停吗 主动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 他提出和解 他想跟你道歉 但是是私下的 也答应所有的经济赔偿 也包括所有的康复费用 双方车子回到原点 回不到原点 每次我都坐起来 这次我要站出来发声 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基本都在现场 即便被告想留下原告 爱人单独相处 希望我立刻